第35章 青城山谷决定去青城山 顾列给迪奇也的两个原因都是真话 一个原因 引蛇出洞 吴昆若是有心撕毁盟约 趁储君不被偷袭 那么他行事的最佳时机 就是储君与丰族商谈会盟细则的现在 顾列原本就打算放个诱饵 假装松懈 带近卫到秦州蜀州交界巡猎 如今只是临时将巡猎改位探访青城山 另一个原因 笛齐也 顾列重生醒来后 除了亡烟覆楚 就是在琢磨笛齐也 不想这个人再死在自己怀里 前世蜀州三城被图 路易自认是楚人 却到底是在蜀州出生长大 还有清倦葬生于图下 画献成之祸 闻此噩耗 怒不可遏 他自寝出战 顾列当然阴郁 满腔怒火的路易 将讽族从蜀州一路赶出西州 直至驱逐回打云草原 甚至把打云草原最肥沃的草场 都来回烧了两遍 才一时解他心头之恨 当时笛齐也在打青州 三战定青州后 他嫌不足 给顾列上折子讨仗打 被顾列派去攻打中州 之后奉命一路北上 与将攻折罪的敖哥 会逝于秦州 也就是说 前世笛齐也与风族 并没有正面交锋过 笛齐也不可能见过牧连 至于吴昆 应该也只见过刘延忠那一面 笛齐也前世 这个谋反的名声 背得属实冤枉 可顾列现在想得很明白 笛齐也前世之死 癥结并不在于什么人言可畏 而在于他自己 笛齐也不关心俸禄 连自己封地在哪 俸禄几单都弄不清楚 被顾列忽悠着稀里糊涂 欠了一百两银子的债 这其中有笛齐也 十分不清楚农丧的缘故 但更多的 顾列推测 还是因为笛齐也 根本不在意这些 前世笛齐也也是如此 不理正事 袖手旁观 把自己当成一个纯粹的军人 而非将军 更不想好好荡定国侯 这就注定了他的结局 最通俗的来说 人有弱点 才好把控 有弱点 就是有所求 连结如驻北河 也得与同位 储顾家臣的家族走动 忠心如江阳 坐到丞相的位置 也不得不为 江家后代牵线铺路 不是他们变了 是他们所处的位置 要求他们必须这么做 利益 家族 朝堂决利 就算他们知想当的纯臣 也要明白 水智轻则无鱼的道理 过于连结无法办事 连本职都无法做好 弹劾效忠大权 迪奇也前世 是顾列登基后 唯一封决的功臣 他身为定国侯 有封地 有俸禄 有精兵 有虎服 他所拥有的权势 让他的战队选择 至关重要 他不战队 就是得罪了所有人 其中 中州顾和柳家 尤其忌惮迪奇也 是因为迪奇也 从未向外戚示好 对嫡子和王后 都抱着颇无所谓的态度 甚至还有谋反的流言 严重威胁 到了嫡子的地位和未来 顾列亲手将迪奇也 驾到那个位置 一半是有意未知 另一半也是迪奇也 军功太高 赏无可赏 只有封侯 所以 即使顾列心里认为 迪奇也不会反 迪奇也手握重拳后 顾列就必须防备他 像迪奇也临死说的那样 隔三差五找事训斥一回 杀鸡儆猴 再演一出君臣合合 任何人处在顾列的位置 都会这么做 任何人处在迪奇也的位置 都会配合顾列 就像狼主动对狼王 露出咽喉表示臣服 主动给出弱点 狼王才能放心分肉 偏偏迪奇也就不前 他不是不通正事 就像他对顾列说的那样 他只是打定主意 要做一个纯粹的带兵打仗的将领 他是为顾列而来之位 完成他的理想 然而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就像顾列注定要走向帝王之位 狄奇也继续这么打下去 军功赫赫 等到顾列登基立储后 也就注定要再给他封侯 顾列不动他 又能如何 文臣武将 外戚宗士 各个都有可能对狄奇也下手 前世狄奇也一死 顾列从里到外宿了一遍朝堂 可人都没了 又有什么用 狄奇也行事不改 此生还是一样下场 可怎么劝他改 这人任性肆意 软硬不吃 对他好 他更任性 对他不好 顾列哪敢对他不好 披下化线 双断肠再来一次 顾列非得给他气死不可 所以 既然软硬都没用 那就只能从源头开始了解 才有可能查清狄奇也的症结 往事不可追 唯一触手可及的线索 就是青城山 主公针对丰族的部署 中将没什么意义 引蛇出洞 不是什么罕见招数 他们一定执行得漂亮 但主公宣布 只带狄小哥去青城山探访 就颇有些值得寻味 是帕狄小哥 又偷偷调兵打仗 还是传言有几分是阵 平常都是狄奇也赖在最后不走 这回换成了江阳 江阳昨日刚听说 木连是狄奇也的二师兄 今日顾列就要 和狄奇也单独出巡 这让江阳如何放心得下 对江阳 顾列不愿说谎 但也没法说实话 这一趟青城山之行 没法带其他人 假如那老贼还活着 很可能语出惊人 那狄奇也这辈子 都解释不清楚了 顾列想了想 最后知道 有些家事处理 都怪木连一口一个小师弟 喊得太亲热 顾列一不留神 说了个家事出来 也不好改口 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走了 这一下江阳就更疑惑了 除了疑惑 江阳还觉得 主公近来行事越来越难以揣择 心底又莫名 生出一丝敬畏来 江阳心事重重地 扇着雨扇往外走 在路上撞上岩阀鼓 想起来安慰道 阀鼓 你放心 主公不会放过王家 岩阀鼓早从顾列那里得了沉默 因此只是点点头 很凝重的模样 江阳看他这样 干脆将管不了的主公和敌小哥 都抛到一边 拉着岩阀鼓就走 走走走 我们找路一撮麻雀牌 岩阀鼓赶紧挣扎 等等等等 等什么 你看天上那片云 像不像麒麟 麒麟颂子 吉兆啊 哎你别走啊 却说顾列带着嫡其也 在禁卫军的护卫下 大张旗鼓地出了储君大营 策马及时三个时辰 就到了青城山脉北侧的山谷之外 此地多有机关 你们留守在外 顾列下令 我与敌将军入内一探 两日后不见人 你们再照着这幅渔图境内查看 禁卫军以顾列的命令 为唯一行动准则 他们平日再怎么训练有素 听了这道命令 都忍不住愣了一瞬 才跪地应试 单独进山 主公这么信我 狄奇也挑眉问 顾列反问 本王不该信你吗 狄奇也笑而不答 二人策马进鼓 狄奇也在前 顾列在后 一路上机关无数 有些已经经年损坏 有些还十分敏锐 若没有狄奇也领路 寻常人进鼓 恐怕早已葬身机关之中 狄奇也边 策动无双慢慢前行 边道 这些机关 还是我改过的样子 可有几处方向不对 还有我原本在谷外里的 不可入内的牌子 不知被人移动过 还是野兽飞鸟撞开了 那机关 最坏的猜测 是那老贼也许出过骨 狄奇也皱起眉头 我出骨时 他已是垂垂老矣 行动不那么灵便 走两步就得歇脚 没想到他还能出骨 若是如此 是我失策 说着狄奇也警醒起来 你务必小心 跟紧我 万一那老贼改过机关 一定是险恶杀兆 不可掉以轻心 顾列轻声应了 二人行走越发小心 等走出古道 进入宽阔的山谷内 才小松了一口气 那些竹屋木屋 都是久无人际的模样 萧条半塔 小心 狄奇也再度提醒 没有掉以轻心 若不是亲眼陷过 疯疯癫癫的木帘 顾列恐怕会觉得 狄奇也过分谨慎 如今 顾列是一点 也不觉得过分 二人行过这排木屋 竹屋 据狄奇也说是 制药制毒的所在 再转过一道突出的山弯 狄奇也迅速抓着 顾列的手 躲到了树后 前方是一座 比先前那排木屋 竹屋大很多的木造房子 有院子有围栏 月有三间大小 看着还没有破败的迹象 乍看没有异常 顾列不解地靠近 狄奇也 笛声问 这是何人所住 狄奇也皱眉 看着那院子 眼瞼一概 老贼 你当年住哪 山洞里 山洞里 顾列正欲询问 却现狄奇也伸手 只碰了碰唇 示意他别说话 顾列顺着狄奇也的视线看去 却见小鹿尽头 跑来一个拿着刀的孩童 那孩童跑进院子 对着木房的门大喊 你想好了吗 听声音是个男孩 他拿着刀的姿势并不标准 想来并没有习过舞 木房内传来一个 阴雅格异的老生 想什么 放我出去 哈哈哈哈 那老声音侧侧地笑了 我说了 除非你答应做我的徒弟 否则 就算你杀了我 你盗死也出不去 你杀了老乞丐 我就是死了 也不会做你徒弟的 那男孩咬牙强忍着 却难免 还是漏了一点哭腔 那老生却像是充耳不闻 黄热道 你资质比我前两个徒弟都要好 不过是接头气儿 却能够举一反三 用老夫的机关 反将老夫困在此处 前途无量 我不会当你徒弟 不会当你徒弟 那男孩不知如何是好 握着刀激动地大喊 忍不住哭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一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